本桥林本园园底四周有高大的围墙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林本园园底其实是一座城中之城 本桥过去有古城 古城还把连家圈在中间 住在板桥几十年的朋友也许会很惊讶 板桥有古城听都没听过 是的 走在林家园底附近街道上 你可以轻易的看到地板上这几个字 小地砖上有篆体字写的古城戒指 即使它是象形字体 有些人还是看不懂的 风哥我虽然看得懂 但是我不懂的是 为什么要用秦朝的篆体字来写 更重要的是 清朝时代板桥为什么要自己盖古城 而且为什么平民百姓的林家可以盖古城 回答古城的问题之前 容我再说一次台北城的历史 板桥林家不只在板桥盖城池 清朝官方在1884年新建了台北城 今天被列为古迹的小南门 也是林家出钱 专门替板桥林家开的大门 从小南门进出就可以避开西门的邦嘎人 避开西门的邦嘎人就可以避开不必要的张权 蟹斗 这对于当时第一富豪板桥林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 但是甜蜜的负担 板桥林家的先祖是来自福建 张州 清朝时代 张州人和泉州人在台北抢地盘 不但在板桥打得凶 就算渡过淡水河到邦嘎万华 万华的张权蟹斗更惨烈 经过万华还必须通过西门才能到台北城 商人出身处世渊荣的林家 为了避免族群冲突 他们宁愿自己出钱修建小南门 开自己的门走自己的路 从城外 不管林家是搭轿子还是坐马车 甚至屠人们一步一步走 经过这个城门口 走进了城内 到城内 这里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气象 就是为了替林家创造新气象 身为全台首富的林家 1855年 拥有板桥过半土地的林家 第三代组长林国华 干脆把首富的豪宅升级 自己盖城池 把对张州人 喊打喊杀的泉州人 全部挡在墙外 1855年 座座保护林家大错的板桥古城 就已经完工 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比1884年启用的台北城 足足早了快30年 根据新北市政府的调查 座座古城的名称叫做方桥城 在被日本人拆除以前 它的周长大约是1300公尺 城墙高5公尺 城内土地面积 差不多是当年清朝官方版台北城的四分之一 你也许会说 哈 才四分之一 但风哥我必须说 哇 居然有四分之一 别闹了 民间自己盖的城池 别说四分之一 面积如果有十分之一 都打得吓死人 但重点是城墙的宽度 它的宽度只有60公分 60公分差不多是我背后的一块砖 以前的城墙上面是要能够跑马 要能够背兵的 这个60公分 大概连一个人勉勉强强可以坐下来 在上面做射击 窄窄的墙上不能跑马 但林家在城墙内侧另外又增建了高两公尺 宽1.8公尺的守备通道 并加盖了类似北门的高筒楼 可以从筒楼里设计敌人 另外又设置了东西南北和小东门共五个城门 每座城门还各派了十几名护院武师来把守 哇 就拿今天的保安规格来看 每天要顾请上百名保全员来守卫城门 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我背后的城门口老实说并不宽 但是对于当时的轿子和马车来说 要通过它刚刚好 板桥林家不只要方便进城 更厉害的是他们很圆融很有分寸 海北城的小南门和林家方桥城对口的门户 叫做小东门 注意到没有 跟林家相关的城门都有一个小字 林家纵然财大势大 但也尽可能地保持低调 尾声居小 把面子做给衙门里的长官 只为了避开万华西门的张群泄斗 当年板桥林家不想走不愿意走的西门 在日本人来了以后 西门被完全拆掉 把门留恩怨 烟消以赛 这就是造化弄人 林家当年要闪避的西门 后来被日本人拆了拓换马路 现在又变成了捷运西门站 林家当年要防止张群泄斗新建的板桥古城 也是被日本人拆了盖马路 西门与古城的命运殊途同归 只留下这小小一块地砖 希望让板桥人和台湾人重新认识脚下的这块土地 板桥林家有自己的古城听起来很唬人 但是在满清时代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天下两林家 除了板桥林家在台中还有个雾峰林家 这两个林家当年都举足轻重 这两个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林家 他们对当下的台湾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力 现在在林家相关企业工作的台湾人至少就超过六位数 台湾的两个林家除了都姓林 他们还有什么异同之处吗 那就喜欢分析比较爱历史爱讲古的风格 用风格的视角来看看这两个林家 透过这两大家族不同的建筑形式来体验他们不同的悠闲生活 这是雾峰林家的大花厅 迎面而来的是三层楼高的漆黑大门 哇 你会说林家果真是气派非凡 光是大门就有别人家的两倍高五倍宽 雾峰林家的派头就是大 这是板桥林家花园 到处有曲曲折折精心设计的朗道 想象一下在这个有山有水的书房 跟骚人默克一起引勇读书 读累了书房对面还有精致的细亭子 可以一起来听一段小曲唱和一下 甲山流水亭台楼阁 板桥林家的格调就是优雅 雾峰林家是靠武功打天下 组长林文察靠着跟太平滇国打仗 积累战功 一路升官到福建陆陆提督 这是台湾人少见的恶品高官 林文察的儿子林朝栋 则在清发战争中打败了法军 靠武功崛起的雾峰林家 拥有清朝时期台湾最大的官宅 和最大的私人戏院 现在看到这个大花天 像不像一顶大帽子戴在我的头上 实际上它真的是很大 足够由纳一个戏班子 林家大花天戏台上的早景 还刻意雕刻了象征富贵吉祥的大牡丹 乌峰林家建筑的整体表现 就是大大大大气气派 板桥林家则靠经商致富 开台的组长林平侯做生意精明干练 接棒的儿孙林国芳林维园 则大幅度扩充田产土地和商船 并且在板桥盖起了豪宅 板桥林家曾经是台湾一等一的巨富 在这个豪宅里面 到底有哪些东西跟你我想的不一样呢 你绝对想象不到 林家盖这个花园前前后后居然花了40年 总共花了50万两 50万两银子可以盖两个半的台北城 这个造价惊人的花园里 除了小桥流水和回廊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处处都有精致的云墙 漏窗 它的细致圆容居北台之冠 总结来说 上午的雾风林家家风大气耿直 他不只表现在建筑也表现在社会应对上 林家一路打太平天国 打法国军舰 对抗日本 之后又搅供 但是却又投供 而且他还对抗国民政府 虽然林祖密被北洋军阀杀害 林县堂克死东京异乡 林正亨被国民党在马场丁枪决 但雾风林家一脉相承的就是不屈服的精神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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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了理想而跟现实战斗的精神 至于板桥林家 则是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林家的家风就像林家的花园 精致圆容又聪明 所以历经时代而不倒 板桥林家在清代就是红顶商人 在日本时代是 在国民政府时代也是 到了今天也一样是 所以呀 丰哥的结论就是 做人的格调与坚持 可以参考物丰林家 但是做生意要成功 而且还想传承给子孙 那就一定要向板桥林家来学习 明镜帮帮我继续 明镜帮我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